通色楼 通色楼 各位听众 你们好 又是通色楼的时间 最近香港本城风雨 我们也叫做自华台的节目 所以我们只是在YouTube上霸却的频道 做事是不用钱的 当然我总觉得我们很自豪 我在做这个节目 主持的节目已经是一年多了 今集已经是九十集了 一集都是铁胆 那我也是铁胆 因为我是operator 最好的就是做什么呢 其实我在这节目上的投资 是港币零元的 水电煤呢 水电煤呢 水电煤你本来要交的 你不能卡下去的 我本来都要交租 我电脑就要用 我的音响器材 音响器材 我本来玩音响 本来都在这 我和林以洛大木 他们搞那些 基督教网站 拍摄那些电影 花几千万 就真的 蚊比铜牛比 但看来就 他们拆完之后 还要很多人招呼他们 我经常觉得 我们就 好像我们这么低成本制作 零成本制作 也看到那些集数 也有几百人听过 我觉得都 实在是很感激大家 我在Facebook 看到有些朋友 都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就是说 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意义 其实就真的 很感谢你提出意义 因为真的 你讲出那些 的comment 就是你说有时候是 是boring的 不够concised 就是不够简洁 就是不够简洁 很明显 这位朋友 真的有听到我们说话 因为你没有听到我说话 你就不会知道 我们说话是闷的 而且 是不够concised 那就很感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我们尽量做得不足的 真的 请各位朋友多多包客 也觉得好的 麻烦你都推荐这次 给你身边的朋友 就说回今天要讲的东西 那就 下个星期 香港电影金像奖 就颁领奖 颁领奖 是 没错 是啊 就是喜欢看这些司拉戏 喜欢跟小市民一样打 就是什么 过下日晨 接着看电影好看 就会拍手掌 做起辣的 就会骂多几句 如果再激一些 有些高灯友 就会说粗口 哈哈 等等 我们这里就不讲粗口 就在这里就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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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看过的港产片 真的都是 非常之多 而且 看得多 就更加轻 就熟知到这个pattern 还有最重要的是 做什么呢 就是鸵仔在看电视剧 真是过目不忘的 就是 大家不知道 就是鸵仔 就是有时 有天天无线 就喜欢做那些电视剧 那些电影的 产片的 就是鸵仔 是不知道什么套套戏 都知道是哪套戏 哈哈哈 套套戏呢 最新的是哪套戏 他明明知道那套戏是哪套戏 他可以告诉你 下一对对白是什么 有些地方是 有些是 他要做什么呢 看得多 印象深刻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真一句 就是 我这么多套电影 就是我唯一 我觉得我可以 可能做到这件事 就只有周星馳电影 对 相信大家 各位朋友也有看得多 周星馳的戏 不过呢 我们今天就是说回正题 我们会说一下 今天 即是今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究竟会是 主要是什么电影 会是打入去 最佳电影 最低男女主角 男女配角 好 那就 不止我们两个 应该 那就是 Toby 不知道做什么 没说话 Toby 在 黎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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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有喝醉酒 是吗 上次没有喝醉酒 只不过是 两个人说得更悶 所以我多说黎博 补充一下 黎博也看不少电影 什么 黎博也看不少电影 我说 我下个阵排看得少一点 最近只看了 如果讲产典的话 看了低造喜剧 和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 有没有提名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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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向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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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摄影掌都没有 他摄影掌 他拿不到 很普通的镜头 他摄影掌最佳动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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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 OK 大家分析了 分析了 分析了 我们今天谈谈香港电影片 OK OK 那我们先开始吧 Otis 你是专家当然是你 那不如说一下 很简单 说一下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来源 好吗 历史的来源是怎样 好吗 好 说一点 可能大家经常听得多 就是说香港电影金像奖 其实 香港电影金像奖 就是整个大中华地区 是最高荣誉的其中一个颁奖典礼 他就是拍得住 这个中国有个金鸡像 另外还有这个台湾的金马像 号称就是三大颁奖典礼 Toby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就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 那其实 如果计算 以前 做电影金像奖的名领 比较高一点 但是你说 这十几年 那中国电影市场 和台湾电影市场 发展比较蓬勃起来 那其实 那个地位 其实 那个主要性 其实是高 就是指标 是高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嗯 嗯 那就是 其实你不要说 香港电影金像奖 虽然现在 那个认受性 是低了一点 但是呢 它仍然 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那其实呢 大家不说不知道 它今年 已经是 第三十 看一下 想想 因为第三十二届 因为它第一届 是在1982年举行的 那就是今年是第三十二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那其实呢 那是第一 三十二 三十二 八二嘛 八二第一届 八二第一届 今年是一三 是 是 一三届 数一下吧 三十二 三十二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二届 是的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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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那几届 但是呢 只不过是 叫做一个 演艺人协会的形式去举办的 就是怎么办呢 就是说 只不过是 就是 就是说 入围演影全部都是 香港电影来的 就是说 鼓励同行的颁奖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简单到怎样呢 就是说 一群人在酒店里面开个球 跟着搞个 就是搞个 那些 party的形式 去颁奖给他们的 就是说 就不会搞到现在呢 那麽 就是说要走红地毕 以前没有的 以前是没有走红地毕 只不过是 大家交流一下意见 蛤蛤蛤蛤 这样做一届 但是 你见回从90年到开始 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 哇 在文化中心啊 甚至是在演艺学院里 摊红地毕 拍照啊 甚至是这几届 他会在开幕典里之前 还会搞一大轮那些叫做 开幕式 开幕典里 就搞一大轮东西 先让人走红地毕 即是说 以前搞一两个钟 现在呢 近些境界呢 可能就前前后后 加上庆功宴 还搞成半天那麽多 你让我说什么 我没什么说 还有我这一年 上一年 我是一套港产片都没看过 明白 其实不是歧视港产片 西片我只看了三套 我不是喜欢看电影的人 所以今天主要是阿隆仔讲多些 我做你下把也未必能做到 不是下把上下把的 只不过是说 即是现在那个 香港电影金镜的规模 就会是变得越来越大的 即是大到呢 即是你说是 和世界的影展呢 是差不多的 所以都说 虽然说香港电影 我说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那个 地位也不得是活字的 即是说它是 对这个电影业的动片 是功不可没的 是的 嗯 那就说一下吧 如果说了这么久 那你说评审 不如说评审好吗 即是如何才为之叫做入围好吗 好 就是说 由那一年 例如说 今年是2013年第32代 对了 减为之叫可以入到 这个香港电影金镜奖的颁奖 即是提名 就是 必须是叫做香港电影 凡是香港电影 就可以自动当选 不是当选 自动入围 自动入围 但是呢 合拍片可以吗 合拍片 可以 可以 合拍片可以 但是它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里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导演一定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果大家有没有记错 四月前 李廉杰那套《投名图》 大家有没有看过 是的 Buggestade那套 那为什么李廉杰可以拿到 男主角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套电影可以入围呢 就是 他的导演 吴冠瑜的老公 陈诺生 那才得到了 这个 入围的资格 另外呢 除了你说 是 导演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另外呢 他要 对Crew里面呢 至少是 有几个项目是 香港居民的 例如说 监制啊 編剧啊 男女配角啊 男女主角啊 这些呢 凡是其中有六个范畴呢 是有香港人呢 亦都可以入围 是一个 香港电影工程序的 是的 那大家 原来很多都不知道 原来 他的 准质是怎样的 我真的错了 我也不知道 是啊 大家都不知道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是不会理 另外呢 那入围呢 不代表 最终是可以拿到 最后五强 那怎样为之 叫最后五强呢 其实他的篩选机制呢 其实是 说他难听 这些都挺小圈子的 为什麽说 挺小圈子 小圈子选序呢 就是说 他们是由电影业 由这个提名 甚至是 哪一个最终可以拿到奖呢 都是这个 一个自己人 唯唯唯唯的 说得难听 就是唯唯唯的 为什麽唯唯呢 就是说 他们第一轮是有个 叫做100人的评审员 就是说 有一百个不同的 从事电影工作者 组成的评审团 那这些人 怎样为之 叫做选民 我们所谓的选民呢 就是说 大家出来 投票 好了 投票了 例如说 我举例 最佳电影 究竟哪五套最佳电影 可以拿到最后的评审呢 就是说 这一百人里面 投票 最高的五个 五套电影 就是最高的五个 最高票的五个 就可以入为这个 最后五强 也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那个奖的最后五强 是的 那个奖的最后五强 就是可以给大家 读出来的名字 是的 但是有时候 例如说 那一届的阵容 不够顶盛 可能就说 这女主角太噁心 太烂 那有机会呢 就可能只有四个 甚至可能 那些五个 可能有六七个 都不顶 是的 甚至你说 有些戏呢 会不会说 例如 刘青雲见得多 刘青雲有一年 是不知道 有两套 两套入围的 那你说 他是不是男主角 叫两飞 又有这样的情况 不止的 甚至是 刘德华都试过叫两飞 就是凭两套不同的戏 叫两飞 但我又记得了 那两套 两家飞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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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记得了 大概是由这些提名 是这样的 所以 你说 就算他在第一队 最后他说 最后最后 最后都是由这一百个人 再投票 所以说 应受性 和指标性 虽然说是一百个少许 但是 那个人 即是说得奖者 如果拿到这些奖 都是由胡比尤人要 是的 可能有人说 究竟是不是 公收入的票房 就一定会拿奖 我简直跟大家说 一定不是 土姐在那里 已经 土姐在那里 叫做 妈妈的手不太多 土姐其实是拿了奖 才知道 是 那是电影 是不是 不是 一定要经过 一定要在香港 戏院 上演过 但是土姐是在外国拿奖 先拿奖 是的 先攻陷了外面的 威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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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马奖 那才吃着个小 最后他拿了这个奖 还有很多电影 其实不收得 但是赢口碑 很多 我举例都举到的 打雷台 打雷台不能收得 没有卡士 全部都是老饼演员 但是都拿到 即是林家棟做导演那一套 是的 没错 郭子健 林家棟做监制 他就是做监制的 他拿了邵音音 泰力罗宾 他拿了奖 拿了男女配角 哇 这两个人都是老饼 是的 但是那时候是很classic的人 另外 你说还有哪些不收得 但是拿了奖 天水为日也要赢 女主角女配角 许安华 拿了最佳一套演员 不过我整天都想赢他 我说很厉害 即是低成本 没有卡士 都拍到这么出色 这个真是很厉害 另外你说 还有很多不收得的电影 都拿到奖 这些我们所说的 叫做 赢了后悲 输了票房 即是说 有些数据 告诉大家 天水为日也要赢 各种票房间 是不超过六位数的 不超过六位数的 不超过六位数的 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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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黄征 本来的剧本不单 本来没有人肯看这个剧本的 但是黄征是肯 捱戏做监制 所以原来 但是这个人说 我看到维基社 天水为日也要赢 他的票房是五万元港币 但是他都说 真是涉到 涉到百多万 因为他是扔了七位数字 所以 但是有人说 咦 不见黄征的名字 其实他的名字 变成了叫做黄征 黄征 黄征是黄征的 实名 是的 大家不知道原来 监制制片 原来是 这个黄征先生的 是的 那常常说 黄征是很快的 但是他也有些好的电影 只不过是外体 是的 那说回 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所以你说 有些片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机会拿奖 其实你说 有些常说 很大热门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说 最后呢 往往就是 马失前提 可能就是大热島做的 往往就被冷门走出来 很多的 例如说 两年前的 刘嘉宁 这个敌人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我没有看 她呢 她气氛不多 嗯 应该是李明明的气氛多 过刘嘉宁 但是 事实上 刘嘉宁应该是叫 呂配角 不是叫呂主角 但是呢 她还没拿过 刘嘉宁还没拿过呂主角 就给了一个 是的 就说了 她给了她 大家不知道 刘嘉宁是一个影后级人马 但是呢 是没拿过金像奖的 嗯 很多 很有料的人呢 但是都没拿过金像奖的 呂 07年前 刘青环 没拿过金像奖的 男主角 经常以为 啊你一定是那个影帝了 但是不是的 她是憑着一套 我没看过的 叫我要成名呢 啊 鲁青环呢 就是憑着这套 就拿了 这个 最佳男主角 是的 最佳男主角 那你说 还有很多人 你说 很多人没拿过的 不行 两年前 才憑这个 岁月神收才拿到 嗯 是的 不是说 一剧 啊 任特怀 是奇巴 来的 做了这么多年了 不同角色 是的 但是 她有一年 就是 她又这么说 她又有点运气差 是运气差的 因为剧本不是那么漂亮 刚刚对着一对真的太厉害了 不是的 有些 其实有些地方就是说 她剧本好 她做得好 但是有个比她更加强的对手 撞到正 例如说 刘德华 有年她说 拿无限度 刘德华都 刘德华都好像 拿了两次而已 这么多套 都是 我没有记错 好像是三次 我没有记错三次 刘德华最多好像拿五次 刘德华 刘德华不停 刘德华不停 刘德华会赢得 hired 刘德华 刘德华 那以无奸路来说 我觉得是刘德华赢得 刘德华也赢得 跟你的 扰理的赢得 但是 这些气氛应该是刘德华 Sky 由头到头到头美 是真的 那当然 那我没得说 那当然 有些古灵梓怪的戏都进来 也能进去 可以封 Nine 最低男主角 差不多啦 各個都買不住了 可以說其他事 不過我想提一件事 黃秋生有一次 憑肉叉燒包拿到最低男主角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事情都估不到是黃秋生拿到的 很多年前 那套戲我看過 但我不知道原來他拿到最低男主角 那就說吧 好 說完這些 那套戲出名 對 那套戲出名 沒錯 不如說一下今年 有什麼提名 好嗎 說了這麼久了 都被說今年有什麼看 今年有什麼戲 今年有很多亮點 其實這套戲 今年的金像獎有很多亮點 第一個亮點就是 我們是低俗喜劇的嗎 對啦 就是為何低俗喜劇 這麼有本土意識的電影 是拿到很多個提名的 啊 那 這是不是叫做假酸型效應呢 全靠假酸型呢 是不是 其實被發這篇文字 任何反應 其實被發這篇文字 原來我們要多謝假酸型 哈哈 那你就說了 第一個亮點 大家都說了 低俗喜劇 這對喜劇拿了很多不同的提名 例如說 這個 《最佳男主角》 我猜不到的 杜汶仔 杜汶仔可以憑這套戲 拿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還沒拿的 不知道能否拿到 另外他也拿到《最佳電影》的提名 另外還有《中基》 鄭中基 也拿到《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這個才奇怪 我也是覺得 這個不夠奇怪 最奇怪是 《女配角》 兩叫兩飛 哪兩個呢 《邵陰陰》就是《陰陰聲》 又《邵陰陰》 是的 《邵陰陰》的氣氛少到感 也有《配配角》 怎麼搞錯 沒辦法 但這些東西 和我剛才所說 劉嘉玲一樣 哎呀 哎呀 《Dada》也有 《Dada》也有 很合理的 還有一個亮點就是 《Dada》也能夠提名 《Dada》是對配角 不然她不是女主角 她不是 她是女主角 但我不明白 但她提名是女配角 《八達堂》 這套戲我覺得 是沒有女主角的 說真的 基本上 我覺得是 杜汶澤 《One Man Show》 我覺得是 杜汶澤 是杜汶澤Solo 是的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提名得正宗 做律政家男主角 應該提不到 很久沒有牧頭的 雷羊 等等 我看一看 提名評單 雷羊 我覺得很一般 我看了一套 我看了一套 我看過的電影 《聽風者》 《聽風者》 原來是港產片 是的 合拍片 《聽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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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一套 《聽風者》 請高車 我還沒說沒關係, 我覺得這種題材都有點嚴重 而且我記得幾年有很多 看《周國的死》時,已經沒有了 我看過故事好像一嬌陽一樣 但是我看過《青空者》 《風聲》 只有《冬彬者》 我看過《冬彬者》 《冬彬者》 對, 像《冬彬》那種 是, 作自演電影拍得那麼悶,我覺得我真的有好事 太超人了 沒錯 從這個陰謀相性來說 全部都是超人 除了你說本土片 除了繼續起劇抬頭之外 另外還想買一套叫韓戰 韓戰 這套很收得 但是我看過 我會覺得是近這幾年 沒試過拍得這麼震撼的一套 但是邦說這套戲的人全部都不需要靠演劇 沒錯 有看過的聽眾 會知道某幾個演員的戲 根本是可有可無的 第一個藥彩力 第二個李志廷 基本上都是郭虎城和梁家輝之間的角力 我這裏不多說 這裏就是本土電影 其實這套都是合拍片來的 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他有一個角色 是一個台灣的人組 叫彭遠 硬硬加進去的 對 硬硬加進去的 他是台灣人扮香港警察 還要硬配音下去 很噁心的 很噁心的 他都被一個合拍片 因為可能又不知道什麼原因 要給其他地方的人 另外呢 另外一個亮點 我會覺得有一個亮點 就是說 新進電影 應該說新進電影的導演 抬頭了起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有留意 除了你說彭浩祥 除了這個低俗喜劇之外 另外他還有一部戲入了為 《春嬌與致明》 沒錯 《春嬌與致明》 你說如果2號呢 我會覺得這個《春嬌與致明》 是一個比較出色的合拍片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經常說合拍片 如果是以香港人做主導 應該是一線演員 例如說劉德華、梁紹偉 他帶著一些耐力的演員去做 但是很少你說 當是余文樂 我不覺得是一線 我首先說明 余文樂 只不過我頂頓都是當是二線 楊千萬也不覺得是一線 那一班二線的人 帶著一班中國內地演員 你不要忘記 中國內地這套《春嬌與致明合拍片》 是誰 對著是徐珍 大家知道徐珍是人在永圖 人在永圖太圖 現在很修得的 另一個女主角 另外另一個女主角 是楊美 在電影界可能不是 但如果在中國的電視界 超出名 是女神 是女神 駱凱溫做女神 我都說 還沒有 是 即是說 為何彭浩祥 這一個 如果在代地來講 他的知名度 不夠 不算給其他 即是說 當然他不夠 除黑 他安華的名鐵 華力高 但你說他可以 他駕馭到這些 一線明星 一線內地明星 之餘 亦都可以成功 做到很有本土味道的一套戲 雖然他的戲主要是在北京拍攝 但他能夠做到一個很本地的味道 即是說 香港人走到北京獨 然後呢 就是產生了兩段不同的愛情 但最後他們 楊千華和原文學都在一起 我覺得彭浩祥這套戲的 所以我都欣賞了 今屆的兩點都會是 我會覺得是 除了說本土戲 另外都會覺得是彭浩祥的 即是我會覺得是彭浩祥的世界 這一屆裡面 當然還有很多兩點 但我們可以細緻一點說兩句 但這套電影就不獲最佳電影提名 我覺得是失望的 反正有什麼逆戰 車手 我都未聽過 車手是垃圾的 這樣 這樣 但又是余文樂的 又是余文樂 余文樂和黃秋生做的 但是這套 都是叫做 本土味道比較濃的 即是說回一些 警務署 交通警隊員的故事 當然你不要以為是一個 純港產品 又是有很多合拍片 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上去看 卡士 又是有大X 又叫做郭曉東 郭曉東在內地來說算是二線 我會覺得這兩個 又是變成一個合拍片 對 對 你說兩點 就是先說到大致上 對 大家有沒有補充想說一下 半個小時都未夠 你有快想說 對 我當然還沒有補充想說 好 那不如大家一齊看看 猜一下吧 雖然大家有很多電影都沒看過 但是 只有你猜 我沒有說我猜的 但是 是你猜的 我猜不到 因為我沒有看到 其實呢 我猜到那一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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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調戲劇 不是啊 其實你 是呀 低調戲劇我都看過 從假選型 一齣出來之後 我們再看 不過其實 其實有很多朋友 都有個誤解 就是說 有些戲 就是說 一齣戲 有那個class 有那個陣容 不用看了 就知道這個是女主角 首當其衝 我會覺得女生來說 周迅 大家認真看過他一部電影 大家都覺得這個人一定是演技好的 一定是不用看了 周迅做的 有機會提名了 一定有機會提名 真的嗎? 你老實說 大家有認真看過周迅的一部電影嗎? 沒有 Toby呢? 我有 認真看過 我覺得他演戲是一部電影 我剛好他有份做演戲 我剛好提材都沒有興趣看 有些人覺得一聽到周迅的名字 呼呼聲高 甚至是我們講男主角 一講劉德華 劉德華一定有機會 甚至是一講梁草惠 梁草惠這個人一定好戲 他就不用說了 先別說他先拿過醉 一定有提名 嗯 但一猜我認真 劉德華今年沒有看 劉德華今年拍過什麼戲? 今年嗎? 會拍什麼戲? 拍過什麼戲? 去年 2012年 2012年 夏串多 因為整張list沒有他的名字 韓戰 韓戰是夏串 那當然沒有 做網局局長 副局長還是局長我忘記了 另外還有這部戲是夏串形式 那你說先看看 嗯 我怎麼說呢 從誰開始 不如由最佳藍配角開始看好嗎 好 好 Toby有沒有張list 在手 喂 Toby 我開了去看看 可以 那我先說一下 不如先踩 聽到嗎? 很慢 聽到嗎? 聽到 聽到 喂 不如先說一下 這個 最佳藍配角有什麼提名好嗎? 是 是 我先報一報 是 鄭忠基 低俗喜劇 是 廖啟治 消失的子彈 是 林家棟 韓戰 是 杜汶澤 華麗之後 是 萬子良 懸紅 老實說我沒有看消失的子彈 我就看了低俗喜劇 即是華麗之後 就是最後 袁鴻 袁鴻你有看嗎? 有看 袁鴻是關於 袁鴻原本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要說我的劇透 還關於 薛海奇 杜汶澤 和萬子良之間的三角關係 說萬子良和葉可奇 那些拍拖的三角關係 只不過是一個綁匪之間的關係 哦 不過 你說萬子良 我會這樣看 如果 萬子良 你說 太久沒有出現銀幕 其實萬子良 是一個很出色的怨怨 大家都知道 例如說 他在 旺角卡門 大家有沒有看旺角卡門 有 旺角卡門 經常欺負張學友那時候 最後 張學友得戚 最後叫他吃屎 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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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經典 如果八九十後 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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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經典 那一套 那一套 起敢才能做到 這個角色 那這個萬子良就說 可以做到 逆政逆邪 這個真的不是說 每個人都做到 但你說反而 太最善了 但我反而覺得 是金像獎欠了一個獎 欠了一個肯定 OK 即是你覺得 他都有一些 我覺得呼聲比較抱歉 即是你覺得 大家應該給他 對 給他 例如說 如果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吳萬達 吳萬達 你會不會覺得 很容易 會演戲 他當然會演戲 大家知道 但你會想 他有沒有拿過獎 好像沒有 拿過一次 沒有 拿過一次 不過 很久了 很久了 他好像拿過一屆 這個 糟了 他那套 這個 有了 他拿過林沛國 天陽有成 是 1991年 天陽有成 他拿過一切 沒有了 原來不是拍攝 不是 沒有了 原來不是拍攝 你說 萬子良 在金像獎 沒有一個肯定 我覺得 香港電影界 是 規代了他 所以我覺得 他的呼聲比較好 但是 反而其他 尿啟子 雖然我沒有看這套消息 即子彈 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智叔 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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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經常說 金像獎 有個前規則 就是說 一輪 你拿了獎 沒有 極少可能會落狀 很少很少 所以你說廖啟子之前拿了 之前拿過 兩年前拿過林沛國 我忘了是 什麼戰 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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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二十多年前那套還好 1992年拿一套叫《龍脈》 說鐵龍屋的生活 它扮日子仔 扮得很遲 它又是拿了一個最難配角的 但我覺得它的《呼聲無憾稿》因為拿過《龍脈》 很簡單來說 杜汶澤 它有一套《華麗》之後有沒有看過? 沒有 杜汶澤 容祖儀的 那又怎樣? 說多次有什麼? 有容祖儀的 那套戲 Diva 華麗之後 但它都沒有想 沒有 行了 這套其實是垃圾的 我會覺得是垃圾片 其實是整班朋友去看我才逼著去看 但是呢 杜汶澤如果是以 因為杜汶澤這套戲是一個經理人的角色 做林欣彤和容祖儀的經理人 他成功演繹到經理人的 即是夾在中間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委屈? 磨心 磨心 即是做到那樣東西 即是說維護藝人之餘 也都維護回公司的利益 即是做回低造喜劇的角色 你可以這樣說 做回那十毛 但是沒有那麼粗口 那十毛 沒有那麼粗口 對 但是我覺得 如果傳給他之後 我覺得不高 即是說那個呼聲不高 還有你說林家動 接著說林家動 家動呢 韓戰這套戲 他氣氛不多 氣氛真的不多 有高登仔和我數過的話 對白只有幾十句 不多 這個位置是否真的OK 所以我覺得 可有可無 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呼聲都不高 你說鄭東基更加 他只不過是在廣西那一道才出現 還有最後一道才出現 我覺得他的氣氛發揮不多 最多我覺得他點擊東聞澤 所以我講來講去 呼聲最高我覺得是 對呀 萬子良 OK 好 其實為什麼大家說可以這樣談到呢 即是大家就算沒有看那套戲都談到呢 其實我們常常都說 論之排輩論之排輩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有個端 即是有個路可以抓到 論之排輩就知道哪一個拿的 就算你沒有看袁洪都好 你會知道古董都是萬子良的 OK 你不信的可以到時看看 因為我都記了 我沒有不信 不不不 我會覺得 當然有錯的時候 但我個人來說會穿向是萬子良 好奇好 好了 講完林佩閣 原來做一個主持的角色是不容易的 接著下去 一個女佩閣 好 女佩閣 交給Otis說一下 好 報一下 我整晚只能說這些東西 低俗喜劇有兩個喜相飛 小欽欽 陳正都是七族喜劇 又有江一宴 不是江一宴 江一宴 金燕鈴 逆戰 范曼圈 聽風 聽風 聽風者 咦 我想問一下 Toby Toby是否在這裡 在這裡 喂 交個球給你 你覺得范曼圈 我沒有看聽風者 我想問 范曼圈 怎樣 我也沒有看聽風者 我也沒有看聽風者 對 對不起 這個不是Otis 對 怎樣 我去看 不是你看 對不起 我沒有什麼印象 你沒有什麼印象 我都說這部電影 在我眼中間 我常常是瞞著嘔的 我是 我只記得 收信死的那一幕 是 然後她說什麼 我完全不記得 我連Odie 連梁仙偉 做什麼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她做什麼 什麼都不知道 我幾乎睡了 因為真的很悶 明白 不好意思 這部電影 我剛好看過 但真的 我沒有Contract標準 不用 不用 那 發了圈不是唱歌的嗎 對 都是拍戲的 例如說 李宇春 都會唱歌 都會拍戲的 李宇春 李宇春 還挺專業 可以獲獎 再之前 再之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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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對這個 沒有認知 然後 我還有一個 更加沒有認知的 就是光真 死 應該是 公真燕他就知道 公真燕他真的 但我們剛才 和Otis 開這個 光真燕的 profile 他是一個 比較年輕一點的演員 是一個 我們經常都說 是學院派的演員 通常有基礎 就肯定好 對 學院派的很多 例如說 湯圍 湯圍 趙薇 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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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薇 甚至李冰冰 范冰冰 這些都是 但我真的 再和他看看 他參演過什麼戲 例如說下面有什麼 南京南京 聽過 四大令報 還有劍語 這些 聽得多 但我沒有看過 他們這裡 我不會 這樣稱他 那個戲 不會稱他演技 但我首先 稱什麼 都是那句 弄之排輩 所以你說 所以講這個機會 Eleman Eleman 是誰呢 范曉軒 江一燕 我覺得他不會演戲 都是不會演戲的 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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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 陳靖 以身演員來說 他真的不錯 所以 但他又不是 放進去最佳新演員 又不是 他最佳配角 放進去最佳新演員 如果你放進去最佳新演員 他有機會 但是 又說放進去最佳女配角 不夠 不夠 但是 發小音 就拿過 是的 音音即是拿過 音音即拿過幾屆 我沒有記錯 馬雷台 甚至 這個 死了 他還有一個野良犬 我沒有記錯 野良犬 是不是他拿到最佳女 是野良犬 58年 拿了兩次 如果我這樣算 他應該不會再拿 那就 剩下金玥 我覺得他也不夠氣氛 是的 除了他開頭 那部戲 很少氣氛 那部戲 他剛開始有兩場 和 杜文澤 聊 聊 拍戲 然後拍戲 然後拍戲 兩幕 但是我想說 我不講氣氛 如果你講氣氛 如果有看這集戰的朋友 金營靈的氣氛 比小潤潤 這麼大件事 是的 金營靈是做周杰林掛媽媽 除了周杰林回到北京 見他媽媽說兩句 基本上不會再有金營靈這個人 等於客串 是的 客串 客串 如果有人有興趣 看YouTube 當然有 你留意一下金營靈 雖然只有一幕 是和周杰倫在一起 但是他短短的兩分鐘出現 我猜是有兩三分鐘出現 他將這個媽媽對兒子的感情 即母子姨的感情 是真的發揮得很流微進至 我很少說流微進至這些 如果有興趣回去聽 就是聽眾 我回去看看 真是普遍的他 所以呢 如果你有計論資排輩 論氣氛 我會是稱高這個金營靈的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誰是金營靈 金營靈會 我知道 如果有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有看不打自己人 就知道誰 可以做這套劇 做不是 這套劇 這套劇 五行師傅做 如果再不知道 你確認 你也記得 你問你父母 問你父母 問你父母 就知道誰是金營靈 金營靈是一個 你問Google 是的 問Google 他還會跟 說一點題外話語 他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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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最近有個高頭腦 得罪了 某個大老闆 有幾大件事 才行 喂 沒有一句 嘉賓意見 不代表你本台立場 好嗎 真的很麻煩 這個人 人有一時錯誤 你說 對 對不起 好 記住人 記得認錯 那我暫時就這樣猜 我猜你們沒有猜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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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你猜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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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我猜 你猜 你猜 我猜 你猜 你猜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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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輝 大追捕 杜汶 低俗喜劇 劉青雲 消失的子彈 梁家輝 韓戰 梁朝偉 聽風者 先問你 梁朝偉 如何 梁朝偉 梁朝偉 即使你悶 但他也悶了 味道 不是 我真的悶到 我連梁朝偉 做過什麼都不記得 他也說 我除了記得 我除了記得 除了醒了一幕之外 那套戲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是 好 即是我不是 我不是看回那個 剛剛 即是 進去看那個 電影海報 我簡直不記得 梁朝偉 做男主角 所以這套 你說多麼垃圾 其實大家 真的 我連這套戲 我連這套戲 我知道它是全套 但我還不知道梁朝偉 原來是男主角 其實梁朝偉 很嚴重 老實說 梁朝偉 是被人擺上枱 即擺上枱 即擺上枱 即是 他擺上枱 即是 怎樣說 他擺上枱 其實他的戲 你只認得這個人 不知道他有做過這套戲 即是 例如說 雙城 但他不知道是誰 甚麼戲 其實他有梁朝偉做的 即是這個 即是他和金城 他有很多戲 就是有梁朝偉的名字 但是呢 即是 即是 看到戲和戲名 不知道是誰 一看到有梁朝偉 大家都是因為梁朝偉 走去看 如果你說 由梁朝偉 變成 誰 其他人 例如說 變成做 林家棟 到文宅 因為到文宅 高 又好一點市場 但你說 再低一些二、三線 那些 沒有人會看 梁朝偉 真是一級的演員 是的 一級演員 但他真是國際級演員 一級價錢 那就是 你去想收三等價錢嗎 那就是 你了 好了 那我又不評論聽風姐 但是呢 我根據他 去拿到的演員 應該都不會短期內 我覺得他都不會在我 即是 即是 你自己都 最好不要來 哈哈 那就是 留給其他人 那反而 其他人你拿過嗎 杜民集拿過嗎 張家輝拿過 杜民集沒拿過 張家輝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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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劉青雲 和張家輝呢 就是最近才拿的 是的 即是 張家輝兩年前 三年前 和鮑姐一起拿那套 證人 你說 劉青雲呢 都是兩屆 我要成名 我要成名 07年的 還有這個 不好意思 一屆而已 我以為他 上年最大機會 他大原本輸了 就是那套奪命金 我以為奪命金拿到的 由奪命金 還是 即是 一是 奪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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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 他拿不到最間男主角 以為他會拿到 誰知不是 但如果你說計算 截了一部 其實我也是一樣 這樣看 我家人借了DVD 我才是 快速手畫 這樣看 其實你說 和一般演戲 沒有大分別 只不過就是 他這套戲 和一陣鬥 這樣鬥力 是一個良點 但是你說 張家輝的戲路 會不會這樣改變 我又覺得 會不會因為這樣 改戲路 而拿獎 我又覺得 不大了 即是你說 張家輝是否好戲 其實是好戲的 但是你說 今年會不會 拿到獎 我覺得是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 對手不同 對手是會比較強的 例如說 劉青雲 可能我沒有看這套戲 但是我會覺得 有劉青雲 即是一聽那些影帝 跟文化 什麼劉青雲 梁德輝 梁朝偉 甚至是新聽的 杜汶澤 都不差的這套戲 那我就會覺得 張家輝 拿到的機會 比較低一點 Toby 你覺得 杜汶澤如何 杜汶澤 其實我覺得 做回他自己 對我 做馬丫老的感覺 本身的設計 是很地道的香港人 特色的 特別是那些 指揮的性格 是 指揮怕事 又要 為了前套 做什麼都行 那些 對 就是為了錢 做得到 對 基本上 整套戲 那個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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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求 做得快 又實在 所以 我覺得 是 對 對 對 尤其是 跟他老婆 現實上 都是他老婆 田裕尼 就是 欠個女兒 都是挺好看的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對 這個挺有趣的 挺好看的 我覺得 低俗戲劇 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一群人 就襯托 我會這樣看 我會這樣看 是 確實是 很明顯 整班 雷羽羊一炸 田裕尼 Dada 邵欣欣 甚至是周凱光 這些 整班 托他出來 托這個 就是托他一個 全都是托他一個 對 如果是他自己一個人的 生命的罪術 可以叫 他自己一件以上的罪術 對 甚至開頭是大學分享會 整班人 整班人 那些 托一托他 都是托他 他明顯是主角 對 整個演講會 但是如果你說到文澤 呼聲高不高 我覺得高的 但是 我會覺得有個更加高的 我會覺得是梁家斐 因為套戲怎樣 套戲 如果你說 那個level 就是演戲的難度level 梁家斐的難度level 是高過 杜文澤的 咦 不是說 韓戰反而是 一套 杜文澤 所以 太過日常分活了 不是反而說 梁家斐 就是他做一些比較普通的東西 不是說 韓戰那裏 其實是 演員不需要演技的嗎 整個都是 撮樣子 撮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梁家斐的發揮高一點 就是發揮的戲更多一點 如果有看韓戰的朋友 他是周旋了 和郭富城的鬥力 也都是要怎樣管理梁家斐的下屬 甚至是怎樣應付 那裏 最不懂演戲的李治平呢 那個ICAC怎樣應付 還有一件事 梁家斐的兒子是彭遠藍 他不知道原來幕下黑手是彭遠藍 他最後才知道 他周旋這麽多個關系裏 我認為他演技是恰如氣氛的 恰如氣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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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我才覺得梁家斐 不是其他演員可以介意 如果你說把梁家斐做一個警官的角色 交給杜雲澤做 做不到 做不到 但你反過來 如果杜雲澤做警官 我們就覺得他像是那些什麼 哈哈爸爸 會說髒話 會調戲梁家斐的那種 你說這個什麼 現在杜雲澤會有一套飛虎的 就是做一些傻傻的角色 但是你想想 梁家斐這個演員 我覺得香港 你說演員能夠做到 抑正抑邪 喜錦的角色也有 正氣的角色也有 奸的角色 你說我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我會首選是 人家斐燃 你說他做到 傻傻的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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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玫瑰 黑玫瑰 去做到傻奸奸的探長 你說 你說做到大富之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大富之家 做什麼 大富之家 很少的 甚至是你說做到 正氣的角色 惡奸的角色 黑金 黑金他是厲害的 黑金的台灣大哥 另外你說這個黑社會 黑社會 跟任大華爭的 社團大哥那個 都是做得很小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你說梁家輝 可以做到 兩邊的角色都做到 就是說他演技的 level是比較好一點 不是 那講真的 有些事情 你們知道如何 你想想 杜汶達的樣子 怎樣逆的逆的逆的 是的 杜汶達的樣子 做些小小孩 他比較難一點 他的樣子 比較鞋身一點 是的 所以你說 你說 在長哥室做一個 慈婦 怎樣做都做得不到 是的 怎樣做都做得到 是老祖的父親 是老祖的父親 吳雲能夠 你說變成白髮 谷到頭髮變白 做一個很遲的父親 對不起 不是 都是 都是 雌雌雲 是的 那我就會覺得 梁家輝在這裡 是清高一點 反而還漏了白髮 清雲我沒有看到 但是 我就覺得 那個細沒有那麼厲害 小心點子彈 那個細沒有那麼厲害 什麼叫細呢 我覺得 提名 甚至是 一些叫做 吹風 那些叫什麼 線 吹那些叫什麼 廟 收風收回來 不是說 後面不是那麼厲害 那我不排除 但是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乘數不大 反而如果你想說 那些五個人 我首先第一個稱高 是楊達輝 接著就是東雲集 是的 劉青雲 梁生家梯 梁朝偉會後一點 OK 那 梁家輝 是的 那就是東雲集 再到你一點 是的 我不知道 有機會 又來了 他沒有拿過 四個拿過 只有他沒有拿過 有機會是東雲集的 好 好 那就是雷主角 周遜 大網復師 楊千華 春妖與智明 鄭秀文 高海拔私戀 二 又是周遜 二 二 對 那就是私戀 二 稍後再說一點點 周遜又是周遜 聽風姐剛才說過 那部垃圾的東西 我和看那個 會叫什麼 現在做一部主演劇叫什麼 回家 對 愛回家 那樣是這樣的水平的東西 你是不會記得 你是不會記得 上個禮拜 在愛回家看了什麼 這裡的聽風姐 我完全是同一級 你完全不會記得 明白 OK 江若林 高舉愛 首先江若林 我覺得肯定沒有可能 高舉愛又是一同修得的氣 但是又有誘導文摘的 都說了 立書 立書 即是說一點點 雖然我沒看過 但我看Youtube的Trailer 就說 江若林是一個舉動選手 即是要代表 國家參加比賽 他是舉動選手 是他 他說是就是 他就是 他覺得他桌上去屁 然後 阿杜文摘就問他支持 我大概這樣說 剛才Otus說錯了 鄭索雯是高感的支戀二 為什麼會是呢 雖然我沒看過 但是 故事的Trailer 是他這樣說的 就是話說 鄭秀文和這個男主角 好像是古天樂 你一定會說 好像是 跟著呢 還拍一部電影叫做高海拔之戀 但是呢 他在裏面和古天樂 我記得是古天樂 他在裏面和古天樂 在裏面拍一個叫做高海拔之戀二 對 就是說 他 就是這套戲裏面就是在拍 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戲中有戲 這套戲就是這樣 嗯 但是你說鄭索雯的復出之作 我先說一下他 他復出之作 就 我都覺得他的戲又不是太厲害 還有這套戲都順帶一提 又是合拍片來的 對 對 卡斯是配這個高圓圓 高圓圓大家都知道了 是 焦一平的女朋友 嗯 對 高地 另外是黃寶強 黃寶強是 天下無冊 即是又是人在永圖 和徐珍一樣 對 那我會覺得 如果論資牌背 又是那句 論資牌背 對 對 對 但是 喂 大家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最少人有拿過 我印象中沒有 有沒有拿過 有 印象中沒有 對 但是我又覺得他復出之作 又覺得 不是說 太厲害 不是說 勢不是太厲害 所以我 如果你說我先稱 我不會先稱 Semi 是的 雖然我未看過 雖然我未看過 但是我會先稱 嗯 還有一個可以篩得的 江洋林 江洋林應該不行 不行 我覺得他的水平是 跟 我覺得 龜邊 跟阿薩一樣 阿薩阿嬌一樣 那些戲 即是你演員又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一來 一來 二來 我覺得他 如果有留意 那個阿薩 做這個TVB的劇 整來整個 只有這個樣子 整來整個女人 他好像 那些 機械面具人 你不可以這樣說 機械面具人 一 要見到別人 死才哭 有人踢他才喊痛 那些 不是說 要先培養 一些情緒 是見到 簡單來說 就不夠自然 是嗎 不夠自然 差不多 如果他去拍偶像劇 偶像劇的演員 都是夠水平的 你說他走偶像路線 你說阿薩阿嬌那些 不過說一句 他做偶像都很失敗 是啊 他做偶像都很失敗 因為我覺得 過一個共鳴 即是 連殺藍都吸得那麼多 只剩下兩個 周遜 周遜打媽 對 周遜叫雙 周遜打媽 所以今集又見到周遜打 但魔術史外是沒有看的 但我知道卡士又是 喂 真的過得分 兩次位 對 兩次位還有劉青雲 其實你見到多些人 其實你見到多些人 其實你見到多些人名 其實你反映到 香港的留演員 才是買少許少的 靠你啊 傻了 我這些做 唉 做回普通的教書佬就算了 哈哈哈哈 但是你說 他這套戲大魔術師 我們看 他的票房其實 不能收得 只有 一億百千萬人民幣 你不要以為一億八千萬人民幣 最多 其實 如果你說來說 相對其他戲來說 他算收得少 一個大制作來說 他算收得少 簡單單單 例如說 正常 擺出大陸這麼大的market 你不拿回三四億 都不算一個正常的票房 只是我這樣說 但是我就 不是說 看好這套戲 就是說 周遜就算叫雙飛 不會 不會 拿獎 我覺得 嗯 我始終覺得 就是說 那是楊天說的 我先說 先保留 但是你說 你說 這個 始終都是香港的頒獎 頒獎 其實比較少 不是說沒有 比較少的人 是拿到 即外面的人 拿到金像獎 你多數拿過 多數拿過 多數拿過 如果 例如說 龔利也拿過 斯晨波灣也拿過 很多都拿過 甚至你說 南主角 李連傑也拿過 但是 近幾年 我會覺得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 這一個 留意開 這個 金像獎 其實你走 你按這個 攤奧來講 其實基本上 很多都是 本地拿到的 甚至你說 兩年前 徐克 你說他那套 敵人傑 是不是值得拿最佳導演 我又覺得不是 那時候我以為 打雷台那個 展現拿的 誰也不是 那你又說 甚至是 許安華 許安華 即是這些 這些 本地的導演 都回來 我會覺得 會是 比較 本地 甚至你說 男女主角 都歸邊了 即是回去 本地人身邊 所以我覺得 即是看高 楊千華一線 沒錯 我會看楊千華一線 OK 不如講完最佳電影 講一點 楊千華 如果楊千華 他真的突破到的 我不知道 Toby有沒有看他之前那一集 沒有 沒有 兩集都沒有看 如果又留意楊千華 楊千華本來的電影 都是屎屎屎屎的 可不可以 我只是看他之前那些搞笑戲 那些 新的師傅 那些 新的師傅 類似鄭忠基那種 爽爽爽爽爽的 例如 鹹運招人 煎釀三寶 那些 甚至是 你說那套 甚麼甚麼甚麼 安娜預告林 那些十幾年前拍了 有些大大男片 當然有些好的 例如 地下自分拍 那套是OK的 但是你說 今時今日 楊千華 這個年紀 其實 講得難聽一點 他都40歲了 他根本已經40歲了 如果再是這樣 以前 還跟阿薩那些瘋子 我都很難保證 阿薩阿嬌那些 來這幾年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拍的 他們已經回答了三字頭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拍的 不過 我想就是讚 楊千華這一套 我要看兩集 《治元春嬌》 和《春嬌志明》 我會覺得 楊千華第二集 就是這一套 是發揮得 《劉璃盡志明》 《劉璃盡志明》 你剛剛說《劉璃盡志明》 你會盡量用的 你講兩次 真是好戲 為何說好戲呢 就是 她是 和楊文樂發展這個指令 是 就是她發展得來 她是做一個 我會覺得是 敢說敢說敢說的女生 就是 又是離開了 男朋友 就是 舊菜 然後一起 大家各自各發展 最後回來 這個過程中 楊千華 是做了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 內心 我會覺得 想找個盤 但她的心很忐忌 忐忌 忐忌 我會覺得 她是 了達到一個 中女的心 我會覺得 其實是有不明的 所以我會覺得 千華是突破了 剛才我上次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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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兩套戲 我會覺得 自明於春嬌 去到現在的春嬌 運時明 發揮得 穩定 和突破了 跳出了 機械式的演技 我會覺得 她是 做得不錯的 那如果你說 我五個 我會先撐敗 我會先撐千華 其實大衛正 怎麼說呢 一看就覺得 其實女主角那邊 女演員 剛剛那個男主角 擺小見小 女演員 越撐就越難解落手 對 那些人 你 楊千華怎麼會影響 那些人 不是的 其實唱歌 我覺得她 唱歌也不行 我覺得她 也是 都是的 但是你說她夠不夠 Elegant 我覺得她不夠Elegant 你說拍著 你選無可選 難道你真的要我選 選 江若立嗎 對 沒錯 我不會選這些人 那真是沒辦法 那講完最佳電影 好啊 講完最佳電影 低俗戲劇 車手 翼戰 翰戰 翰戰 兩套戲 是 知道你不懂 首先先篩了車 給面子 為什麼給面子 給面子 整隊 道奇風 就是整個 教室 道奇風 道奇風 他不是導演 導演 導演好像是羅姆Sir 不知道什麼 羅姆Sir 我忘記了 Anyway 鄭武Sir 鄭武Sir 沒錯 我會先去引擎這套戲 因為我覺得 不是值得拿最佳電影 什麼叫做最佳電影呢 就是說 無論是在劇情 演技 甚至是不同的特技 動作 音樂 配合到 所以我覺得這套才叫做最佳電影 但我完全看不到 電影 動作會好 但是電影 我又不覺得 會值得拿這個 所以不會值得拿這個 最佳電影 就是 《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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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套 景編片 只不過是 放在馬來西亞拍的 這兩種 情況 要知道 不太忘記了 是去年頭上映的 是的 年頭上映的 還有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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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志杰 安志杰 黑仔 Anyway 都好 這套戲 我看過的 他有一個動作特技 金健玲 亭峰 其實亭峰我覺得應該有機會拿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提名 古靈精怪 所以我會先提高《逆戰》這套戲 如果有機會回去看Youtube 這套戲是劇力萬鈞 所以他的動作設計是不錯 Youtube有的嗎 Youtube有的 你打 你打 Youtube這套戲才說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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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之前還有很多敏感題材 所以回歸之後 其中一個比較敏感的 接觸得比較貼地 和比較敏感的一套題材電影 他們說回自己的電影 對 還夠膽找回小鸚鸚 以前的艷星 去發幻40年後的經驗 神經病 神經病 Anyway 我會覺得 我會稱先逆戰先 接著繼續喜劇 你說韓戰 消失點子彈 但逆戰其他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你說韓戰 有的就叫做導演 但是韓戰 我就覺得 不配搭 因為韓戰 對不起 韓戰 不配搭 即是 太多 反駁位 即是犯錯位太多 韓戰 對 韓戰 尤其是 做李智誠的警官 做新演員 那個叫做什麼 打拳的 以前前ICAC 徐家傑 徐家傑 不懂做戲 不行 人家是做年政專員 副專員 年政專員 但是做法也是 不代表他懂做戲 因為這樣懂做戲 但那些軍隊可以打泰拳 泰拳是泰拳協會主席 所以你見阿士 有時候會邀請他做一些打拳 當然是講 龐術 和之前的奧運會都有找他 不講這些 蕭生之子彈 始終我覺得他不會拿 拿到這個獎 所以我會秤高 最高是 逆戰的就是低造喜劇 好 這樣就講完五個最重要的獎 Toby有沒有補充 沒有 如果沒有 我自己講完 我自己講完 那一集就 是的 一來 二來本身整套戲出來的時候 那個 反應比其他戲更加有反應 不過我真的覺得是一套很好的電影 我只是看了 所以我會講 你說今年是否說彭浩翔的世界 自然我開場白話一個亮點都是彭浩翔的世界 是的 你說他手頭上除了低造喜劇之外 另外會有春之月自明 其實這兩套電影我覺得會 他在今屆 以他個人來說 在今屆來說 應該會是大風修的一年 即是他會在這兩套戲 會拿很多不同的獎 好 是的 我也相信低造喜劇都會在這一屆 雖然還有很多不同的豬肉獎 但是我覺得 我沒有說豬肉獎 但是 對不起 應該是 我們都是要認同 這些都是對一個電影業界認同 不過不是主獄獎 只不過是說 我覺得不是太重要 人家看上去不是太重要 但這些獎是人家對同行的肯定 我會覺得 得了喜劇會拿很多獎 我會覺得是今屆 就是 經常都說 你不夠光無地位 就不要立法得罪人 對 我們這些人 應該 幸好我們沒有太多人聽 不是啊 有人吹兩吹 分享 分享 有很多人聽 歐先生 不是想多人 是不是想多人聽 說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可以 嗯 我又不想找領域 是吧 看看是怎樣 看看有些更厲害的事 我們是不是要捱到一百雜 你怎麼捱到一百雜 你現在怎麼這麼不開心 真的 真的